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小明星期間 今天要看的新聞就是關於大雪影響到的雜配面的配送 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日本會落大雪呢? 香港可能沒有這個情況 但如果煮開在日本或冷的地方會落雪的地方的朋友就知道 其實落雪有時都不方便 如果你有網購的話一定會用到雜配便 我們今天就一起看看有關的新聞會怎樣說 發表發表 大和運輸が荷物の集配と全国からの預かりを停止しているのは 滋賀兵庫鳥取県の一部地域です 荷物の集配を見合わせているのは青森県青森市です また佐川急便が荷物の配送と全国からの預かりを停止するのは 滋賀県の一部地域 配送を停止するのは青森市と北海道の一部です いずれの車も北海道や本州の日本海側を中心に 荷物の配送に遅れが出ているとしています 29日現在 大和運輸は青森市と滋賀県の一部を除去集配は開始しています 佐川急便は全ての地域で集配を再開しています 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新聞で大雪の影響を通しています 大雪の一部位地域の集配配送停止の 多数字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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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ります それでは、次回ぜひとしてみよう 我們是不難的 但是我們懂漢字 又要一起學習一下 去評價明的讀音 我們就逐句開始看 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句話題是什麼意思呢? 大雪的影響 一部分地區的集配配送 因而停止 大家看到漢字應該不難理解 看到就知道為什麼 但是評價明是怎樣讀 就可能要記一記 大雪會是 影響是 集配變 大家要記得 停止 大雪等天候不良 在這個影響 由於 第二句 Yamato運輸 和左川急便 Yamato運輸 就是大和運輸 發佈了 因為大雪等天氣不良 影響的原因 暫時停止一部分的貨物 配送服務 如果你是有在日本住 或者有網購開的朋友 Yamato和左川急便 都是比較常用 比較多公司用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他們 然後 Oyuki Nado 大家如果記得 昨天有說過 Yaya Nado 其實都是同一個文法 這裡 用了Nado 這個文法 是比較初班的文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回 以前初級的筆記 然後 後面 這個 前面 會跟助詞 拖 發表了前面 說的 就是因為 天氣不良 影響 所以 其中一些 運送服務 會停止 大和運輸 停止了 滋賀、兵庫 鳥取一部分地區的貨物收集 和保管來自全國的貨物 這裡大家可以記一記 滋賀、兵庫、鳥取院的日文 是怎樣讀的 說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記完日本的地方名字 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 去記和認 但是 可能地理 那個 那個 真的不太好 所以 記了很久都沒有辦法 如果大家有什麼 特別的方法 或者好用的 書 一些APP 可以介紹給我 讓我記得 這個日本的地方名字 那 之後 Hika 兵庫 就是Hyouko 鳥取院 就是 Totori 県 荷物 收集 青森県 青森市 停止了貨物的收集配送作業 這裡看到 有一點道具 跟我們平時不同 如果你看到 青森縣青森市 可能會放在前面 但是這裡是後面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 這個中文 青森縣青森市 放在巨頭 但是日文 會放在巨尾附近 另外 佐川急便 佐川急便 停止了 滋賀院 一部分地區的貨物收集 還有保管來自全國的貨物 保管作業 馬達就是另外 還有這樣的意思 這裡就說 佐川急便 他也是停止了 這個 滋賀院的其中一些 地區的貨物收集 還有全國的貨物 停止配送的 就是青森市 和北海道的一部分地區 不論是哪一家的業者 北海道 本州日本海質中央地大貨物 配送 都出現了延遲 不論哪一家的公司 哪一家業者 那邊又看到了 北海道家 又在這個家屁 与此地區 等於此類 這些地方 後面的地方 就說 這一個 是 最初送出的货物,配送有延迟的意思 29日現在,大和運輸除了清心市和芝賀縣的一部分地區 所以,集配的作業也重新開始了 這裡很簡單,看到這個開始 就是再開始了,已經是一個進行式 然後,這個左村旗邊,就是重新開始了全部地區的集配作業 嘩,好厲害喔,這個左村旗邊,怎樣可以排除蠻難 可以排除大雪,別人都未送到的時候,他已經可以送到 所以,大家在日本找一個運輸公司的時候,就懂得找 不過,左村旗邊好像是貴一點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好像很複雜,但又不是很難的 這篇文章的水平也是屬於easy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看這個新聞看easy是怎樣 還是大家想挑戰比較難的 如果有機會,我又有興趣的文章覺得不錯 也會找一些比較難一點的新聞和大家一起看 又或者大家有什麼興趣的主題想看 也可以分享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今天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找我和分享出去 我們明天繼續看其他的日本新聞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了,再見 拜拜 拜拜